Yoho,大家好,我是阿將 作為一個土生土著的香港人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試過坐飛機去不同地方旅行 正所謂便宜便宜去,貴又貴去 有錢的,當然可以去歐洲的國家 而沒什麼錢的,就像我這樣 也可以去亞洲的地方 就像台灣、泰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廣州 好啦,今天最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弟,我就是空中覆沒完 其實有時候,飛機上也會有些乘客特別想不知為何有一種衝動 想打死他 傻瓜 是直接想砍死他 好啦,今天打算用一個空中覆沒完的心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你在飛機上做了什麼行為 會令我們覺得你很嚇人 不知道你是否其中一個呢? 第一種 要求多多 嘩嘩嘩嘩 E組人基本上從相機的一刻開始 他就不斷地要求 拿一張煎來 我要枕頭 給一杯橙汁 給一杯紅酒 再加一杯白酒 想問有沒有水給他喝 想問可不可以調位 想問可不可以調位 想問可不可以讓我冷氣好熱 啊 真的睡到什麼,不是開玩笑 就是這樣 我不是說有這些要求就真的不對或不好 而我需要強調的就是 總之一群冷淡是不斷地要求別人做事 總之他就是要你在他身邊不斷地切出地轉 我真的好想說 如果人家空姐或空少真的有空的話 其實我真的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對,真的沒所謂的 但偏偏一種人就是在 明知登機多人到什麼 又或者是飛機準備起飛或降落 這些最危險的事後 還有就是 那些空姐或空少他們在準備參選服務 這些最忙的事後 總之是最不適當的事後 舉手、揮手、或是大驚 哇 其實情況就好像 當你上班的時候 老闆在你身邊不斷地說 你的字好像寫錯了 對了,單幫我弄好POWER POINT 等一會有時間幫我做它 你做這份順便在樓下幫我買一杯咖啡 不是的 我剛才不是叫你打工 還可以做POWER POINT 你是老闆 YES 所以如果你這一種人的話 我就請你在適當的時候 就做適當的事 要不然 走得好逼你 第二種是 脫鞋脫脈 坐姿噁噁 經過我小孩的一段時間觀察 其實有時候看到你的坐姿 真的令我嘆為觀止 其實有時候我也不明白 好地的一張椅子 明明它本身的設計 就已經擁有 不值的耳背 扁平的座椅 如未展現出一個大家L的形狀 理論上你應該這樣坐才是最舒服的 就算你真的覺得椅背太直 其實你可以較厚一點的椅背 讓你有一點睡覺的感覺 但你怎會猜到 怎會想到 怎會想像到 有些人是可以 貓在這裡 躺在這裡 又或者是躺在這裡 這個也算 其實老實說 只要你不在起飛或降落的時候 這樣做的話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脫鞋 是不是你們上了飛機之後 對他們會突然發現 驅使到你們除了一雙鞋 還是你有什麼特殊的背景 或是嗜好 當你們每逢乘搭交通公共的時候 就好像乘搭飛機 乘搭火車 乘搭船 你們會很想要脫鞋 到處走 可能有些人會說 香港法例也沒有規定 乘搭飛機不能脫鞋 有什麼問題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照你這樣想 其實你除掉褲子 我都出你不脹 但其實你知道嗎 你雙腳真的不是你雙腳那麼香 但有一次我真的切切實實體會過 當時我在飛機上走走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位置 真的特別臭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股榴槤的味道 我心想 不知道哪一條契約的榴槤相機 搞到整班機都這麼臭 正當我找到臭味的來源 究竟在哪裡的時候 誰知道我穿了才知道 原來是拆除了一雙鞋 結果整班機真的臭到全程 所以在這裡想奉獻有這些嗜好的人 當你們想脫鞋的時候 請你們抹大你的鼻孔 去塑一下你的腳才可以這樣做 認真 如果你問完之後 你也覺得不相信的話 那就麻煩你穿你雙鞋 乖乖地坐在這裡 不要脫鞋又脫襪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你這個臭腳真是令我很想 第三種 自以為是 不聽指示 不知道不會吧 因為香港的航空一直是很安全 總會令到一些人很容易忽略 飛機上的安全問題 很簡單的例子 請問有多少人真的看過 飛機上的安全示範 3、2、1 有的嗎? 是有的 不過說實話 當你們想坐下來的時候 究竟你們會做些什麼? 沒錯!就是帶耳機聽歌 準備睡覺,又或者玩手機,以及看電影 我發現很多時候大家都因為這樣 而回到飛機上的安全指引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要看一些安全指引 其實是你們的責任 但不知道為什麼 當真的遇到意外的時候 就好像飛機遇到強烈的氣流的時候 通常飛機都會發一下發一下 而你在那時候有沒有扣好安全帶的話 基本上你整個人就會 一夜發了出去,又或者撞到身邊的人 而最搞笑的就是 當發生這些意外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嘩!叫什麼飛機?這麼不安全的? 嘩!搞到我撞到 好痛 唉...老老豆豆 你不如回去坐火車船吧,好嗎? 又或者你喜歡坐船,也沒問題的 在這裡就要跟大家說 希望你們最起碼都可以 抹大力屎眼看清楚上面的安全帶信號燈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只會穿燈的裝飾 基本上,如果安全帶信號一著 那你就一定要扣安全帶 因為安全帶的信號一著 其實都意味著一些潛在安全問題準備出現 所以很希望大家記住 當安全帶的信號穿了的時候 請大家乖乖地坐在那裡 扣好安全帶 不要經常到處走,又到處跳,又去廁所 喂大哥,保護士有志可而已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要冒著生命危險 走過來幫你,OK? 最討厭的就是我過來幫你 都可以讓你罵回頭 喂大哥,你不如認真考慮一下 下載火車吧 第四狀 冷到發瘋,瘋狂要煎 其實如果大家乖乖飛機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 每一班飛機都會提供煎給大家 以防大家覺得很冷的時候 就被你蓋住自己 還有一個保暖的作用 但我想強調一點點就是 不是一班飛機都有足夠的煎 去派給所有人 其他航空公司我不知道 至少是我的家 其實這些煎最主要是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例如公公婆婆、小朋友 或是沒有帶足夠的外套、衣服 就需要給他做一個保暖的作用 但有些人,特別是不夠煎的時候 一而再、再而三 不斷地要煎 一張、兩張、三張 不斷地蓋在自己身上 我已經跟你解釋了 因為不夠煎的關係 而給不到兩張煎的時候 你真的敢跟我欺負 然後又有Billy巴 又有大叫 不斷地蓋在自己身上 所以你真的需要很多張煎 蓋在自己身上 其實要求一張煎 我都覺得沒問題 但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 要兩張、三張煎 同時用在你身上的話 我覺得對其他人十分之不公平 當然啦 如果那班飛機真的有很多煎的話 你不要說要兩張啦 要十張拿給你吧 但如果那班飛機真的沒有那麼多煎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體諒一下其他人 給一些更加需要煎的人呢? 所以我也很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那些很容易發爛的人 當你去旅行的時候 希望你可以多帶幾件衣服 或多帶一件外套 當你搭飛機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冷的話 你也可以有一件外套戴著自己 然後把煎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大哥 你知道我派兩張煎給你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汗爸爸的聲音 認真 下次你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我派了煎的時候是在流行的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你們還可以蓋上這張煎 我真的理解不了 救命啦 第五是Headset造型 說極不明白 基本上這群人從相機的一刻開始 他們會戴著耳機 保持著聽歌、打遊戲、看電影 每次對著這群人都會有一種 又愛又恨的感覺 愛是因為他們的全程機都變得非常安分 無時無刻都變成了一種自我陶醉的表現 而不會理會細足的目光 恨是因為當你真的想跟他們交通的時候 你真的會有聲音 就好像以下的情況一樣 先生你好,今天有雞肉飯和海鮮意粉 請問你是哪一種? 先生你好,今天有雞肉飯和海鮮意粉要哪一種? 啊?什麼? 我只是說有雞肉飯和海鮮意粉要哪一種啊? 丫... 真的是什麼? 真的,我真的很想說 當別人對你的事意想跟你說話的時候 真的可不可以帶在你的側面的兩隻大意味? 老實說,我真的不明白 有什麼驅使你戴著耳機 你都可以清楚聽到別人說什麼 還有大家知不知道在飛機上 可能會因為壓力差的關係 會令你聽到敏感度下降 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你還要戴著耳機的話 基本上我和你真的很難溝通 又或者這樣才能跟你說話 喂! 好啦,那今天就講到這麼多 可能大家經常聽到 飛機上有什麼行為 令到其他乘客都會很討厭 很希望這次我用一個空中覆門的身份 真的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你們做了什麼行為 會令到我們覺得很反感 又或者很討厭呢 讓大家可以更深入了解我們的想法 究竟是怎樣 不過其實我剛才所說的 都只是經過我的觀察 只是我的個人看法 就未必可能代表到全部的空姐或空少 但至少我先這樣想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在飛機上做這些行為 其實都是張心飛機,對吧? 好啦,那還是那一句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我 又或是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在飛機上介紹大家 拜拜 進去挺舒服的 哇,不怪 不怪人家睡得太大了